这媳妇富贵啊 有时候和咱大老爷们还真没啥多大关系 不能吧 你还别不信 我给你讲一个 秦朝末年啊 刘邦会下有一个人叫魏豹 魏豹他娶着的媳妇叫博士 而这个魏豹呢 他是个墙头草 见项羽打败刘邦之后啊 这魏豹就起了叛变的形态 有一天啊 这魏豹他的岳母 专门请来一个重年的项师叫许富 来给博士项念 呀 这我啊 这一看都大富大贵的命吗 再送个儿子 抱最能当铁字能跟你说 这魏豹听完之后啊 立马就背叛了刘邦 结果很快 就被刘邦抓了回来 当了俘虏 然后呢 然后 魏豹就叫咔嚓了 魏豹他的媳妇博士 就成了刘邦的 而这个博士跟了刘邦之后呢 还给汉高祖刘邦 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刘恒 这许富算的还挺存的 对呀 就是可怜魏豹了呀 怎么说 光说他媳妇 是刘邦能当皇上 叶猫说 对呀 超短不吓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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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